欢迎回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马总统在就职周年的记者会当中 再度的跟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喊话说 非常恭喜他们5.17的大游行很成功 那希望能够见面 不过民进党态度一样 要辩论才能见 包括民进党在内有一些反对力量的抗争 我一向的态度都是愿意谈 而且我一向的态度是愿意谈具体的问题 我常常在问到底我们在哪一个问题上 丧失了主权 到底我们在哪一个问题上矮化了台湾 告诉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 我们不希望总统府老是炒作这个议题 如果有诚意的话就把具体计划拿出来 我们再来考虑 他们认为一对一座谈等于是 那个编对一样的意思 媒体全程开放 我们请他拿具体的规划 中央要讲什么要怎么讲 拿个具体的规划我们再来考虑吧 讲什么怎么讲 要先写脚本吗 这个好像有一点点奇怪的要求 我们在讨论双英会 已经讨论好久的双英会 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 之前我们先来插播最新讯息 今天确认的H1N1新流管的病患 跟他搭同班机的乘客 在台中县有七个人已经接获通知 其中一个人出现了咳嗽的症状 现在也送到鼠立丰园医院 而在台中市的部分也有七个人接获通知 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所以都在居家照顾 台中县市总共有14个人 跟这个奥迹医生同机 其中有一个人已经送到丰园的 鼠立医院了 那我们再回来谈双英会的部分 刚才这个蔡英文的回应 是要求总统拿出具体的计划 告诉大家要讲什么怎么讲 才能够进行辩论 这跟辩论形式好像有一点点奇怪 那民进党也发出了 这一个公开的新闻稿说 要用公开辩论的对话形式 才要展开朝野互动 立场没有改变 等到总统府提出 这个辩论的具体计划之后 才能进行 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 民进党没有改变 这个原来 一路到现在的策略 或者是主张 他们其实这个英英要会 双英要会 我已经讲了好几个月 但是没有可能成功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第一 怕见了马英九 民进党这边吃亏 输了 还有第二点 他说主张要辩论 要对话 那这个就永远没有成功的机会 我觉得台湾的朝野两党 要坐下来 很诚意地说 我们的对手就是那一个 那我们到底哪一个地方不一样 那是不是我们有common ground 我们中间是不是有 同样可以妥协的地方 要务实地去 但是现在朝野的心态不是这样 每一个台湾都是要拼 拼的结果就是各说各法 那他们没结果 所以我就附带讲一下 在厦门的海峡论台 许信良前主席 就主张擅自做主张 这个民进党没有授权他这样讲 他说除了国共平台以外 还要有一个民共 就是民进党和共产党的平台 许信良前主席 头发都很清楚很聪明 这件事情非常不聪明 我跟你讲民进党对海峡论案的事情来说 就要说这是等同或是类似或是接近外交事务 外交事务就是你刚才没想到 那些人先骄傲谁 对外一致 小湾唱完中国局 民进党其实共产党说话 当时作人做nova看你们的 当时哭来骄去 我跟说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 所以我公开真的国共 国民党跟民进党 如果真的相忍卫国的话 绝对不是这种喉话式的说 来店子 来外悄 民进党怎么敢 民进党吓就吓死了 那这个国民论坛到底要怎么样弄 不是 我简单补充一下 因为马总统在520之前 他接受友台專訪 他就說 那時候在五一屆也還沒到 他說年底選舉之前 可能都不會有雙英會了 怎麼今天又有這個話題 我就覺得很奇怪了 不然說年代要選舉啊 那我也順著馬總統的話講 年底選完 民進黨黨主席可能就不是蔡英文了 那你現在跟他談幹什麼 蔡英文的賞位期限 搞不好就半年了 搞不好黨主席就換人了 今天民進黨這個 立院黨團開記者會 列舉了馬英九一年以來 二十大罪狀 嚇死人了 這麼多罪 無期徒刑了 講得有夠嚴重的 那我要問大家 如果知道民進黨講這麼嚴重 那幹嘛跟馬英九談 你賣台的人你要跟他談什麼 跟他辯論啊 賣台還要辯論啊 你賣多少我賣多少 我們還要辯論 你只有你可以賣我不能賣 這要辯論什麼 所以民進黨說是怎樣 講得很嚴重的 因為要煽動嘛 都講得很嚴重 做得很少 今天大家都沒有提到 我來做個小小的這個補充 阿扁的人權呢 你不是說阿扁 今天都沒有人提到阿扁 我來提一下 所以他的具體計畫裡面 可能要有陳水扁的司法人權 我昨天也準時收看 有台節目都看重播 兩個小時沒有人提到阿扁 就是517之前 阿扁到底吃了什麼 什麼電視 怎麼可以 怎麼被保管 什麼收音機怎麼被摸摸 說兩小時啊 517之前可以講兩個小時的陳水扁 517之後忘了 全部講葉金川就不講陳水扁 我要猜下去 有台是因為沒有收視率 題目就換了 你明明知道這個 你還要來這裡搞我們的收視率 我才講講去阿扁而已 他也沒有力挺阿扁的司法人權 誤會他了啦 剛剛會講說為什麼要談 其實我也在講說你們兩邊 應該好好談清楚嘛 因為各說各話 剛剛像沈醫師講 可是像剛剛那樣 我聽到很好啊 再往前一步雙方就可以談 比如說馬英九講說 你們弄出具體的議題出來啊 我在什麼地方出賣主權 意思說你只要議題是具體的 他就願意談 那小英這邊講說要有具體的計畫 好像兩個講 不是他是說 具體要談什麼那個程序的部分 那何不雙方計畫 小英說好 你既然叫我提議題 我就跟你提主權問題 這很具體吧 然後請你馬英九提出 具體的操作計畫出來 或者馬英九講說 你只要提出具體的議題 具體的計畫我來做 你們要再往前一步 我們老百姓不就有得看了嗎 不 兩個人人的就嫁 標示都說嫁 說 都說是對方不要談 對方不要談 老百姓要你們談啊 你們往前一步都不行 你們看清楚 這兩個交錯誤的鬼 有困難 交換 授權證 我來幫你們駐成 你們有困難 換你駐成 然後程序總共有八市 八市要知道你怎麼搶 真的 談的有意義嗎 意義有嗎 現在雙音話有意義嗎 有意義嗎